现在要来制作的是像这样子背景的线条图哦 那包含背景的甜色还有线条图 那我们主要要用到的是工具箱的这个渐变的工具 好,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制作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画背景的部分 那背景的部分呢,我就画没有框线 然后呢,是黑色的甜色 画一个背景 好,那这个背景上面呢 它有一些这个渐层的颜色 我们可以利用网格工具 工具箱的网格工具来填色 这个工具箱的网格工具呢 填到的颜色呢,它就会有这个渐层的效果哦 那我们可以先点了这个网格的位置之后呢 将工具箱的直接选取工具 去选到我们这个网格上面的锚点 然后呢,去做填色的动作 那我们这个在填色之后啊 红色它建成到黑色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白色的感觉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黑色啊 它不是CMYK混合成的黑的关系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黑色箱头选取工具 先选到一整个块面 在颜色面板这边 把我们的黑色呢 选到CMYK全部都是白分之白的这种黑 也就是所谓的四色黑 那我们再用这个直接选取工具去增加这个填色 它就不会有这个转换到白色的这种 这种感觉 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背景就算完成了哦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那个曲线 我们可以先把背景呢,做锁定的动作 选到背景在物件这边锁定选取范围 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再选取到背景 这样我们在作业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画这个直线 那直线呢,我可以用矩形工具来画 那矩形工具这边呢,我就选白色 画一个比较宽的白色 跟一个比较细的白色 直接用宽的复制出来一个比较细的白色 按住AUTO拖移这个物件就会有复制的效果 然后呢,我直接把这个拖移出来的物件 把它调细 好,之后呢,把两个物件呢 先把这个宽的物件,透明度调成20% 调整透明度呢,在透明度面板这边 透明度面板在功能面板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可以在控制列的视窗这里 可以找到它,透明度在比较下面的位置哦 好,那就直接在透明度的这个属性呢 把它调成20% 之后呢,选到两个物件 让它置中对齐 那可以用这个对齐面板 对齐面板呢,也是一个功能视窗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可以在控制列的视窗这里找到它 对齐在比较上面的位置 把对齐打开之后呢,就分别按一下水平居中跟垂直居中 这样子两个物件就会对齐在一起了哦 那我们要让它这个直线有这种建成到透明 这种立体感的效果呢,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效果呢,感觉好像不是很平滑 所以我们不要做太粗的线 因为我们现在要把它转换成笔刷哦 好,所以选到它在笔刷面板这边 选新增笔刷 之后呢,把这个笔刷呢,新增成为这个线条图笔刷 按确定 之后呢,这个 这边呢,选伸缩以笔和笔刷长度 那方向呢,选下方哦 好,按确定 接下来呢,我就只要用钢笔工具 在我的画面上呢,随意的画一些曲线 在画的时候呢,建议我们可以不要用甜色 钢笔工具呢,不要填甜色 那填这个外框的颜色就好了哦 这样子呢,我们的甜色才不会遮到我们的视线 那我们刚才用来做笔刷的这一个物件呢 就可以把它删除了 我们就用不到了 好,我们用钢笔工具呢,在画面 分别呢,画一些不一样方向的曲线哦 那这个曲线的弧度呢 就是依照每个背景的需求来绘制哦 不一定要是多圆或是多直 好,这样曲线完成之后呢 如果有画的不满意的曲线呢 我们就用这个白色箭头工具 可以稍微调整它 可以调整一下它的曲线 让它变得比较平滑一点 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 就用黑色箭头的选取工具 直接选到这四个线段 然后呢,就直接套用我们刚才增加的笔刷 那因为我们刚才增加的笔刷呢 是全部白色 所以在这,看不到它的显示哦 那直接点它 它就会套用在我们的线段上面了 呃,这边我们画好的曲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用透明度面板呢 直接把它改变每一个不透明度不一样 这样子呢 它就会有这个穿插在一起的效果了哦 那我就让每一个曲线呢 在60到80之间来跳动 不透明度60到80之间 好,或者是呢 你需要,你希望有更多的立体感呢 就可以把不透明度降低一点 好,那也可以调整一下这些曲线的位置哦 好,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旁边的一些小白点来做装饰 那这个小白点呢 一样可以用渐变工具来制作哦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椭圆形的工具 那一样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选白色的填色 那外框呢 就不填色 好,画正圆 好,那这一次我们要做的界面效果呢 跟刚才的是一样的哦 先把这个大的圆呢 做20%的不透明 然后按住这个大的圆 再按住AUTO键 拖拉出来复制一个小的圆 然后在这个外面的控制点上面呢 选这个四个角的控制点 按住SHIFT就可以把它等比例缩放 变成小的圆 好,那这个小的圆呢 就随意的放在这个大的圆上面 上面的任何的位置都可以哦 然后把它的不透明度调回到100 好,接下来呢就要用渐变工具 一样 渐变工具呢 先在小的圆上面呢 点一下 在大的圆上面再点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选到它之后 在工具上渐变工具上面点两下 一样设定成指定阶数 50阶 按确定 这样子呢 它就会很像是一个立体的亮点了哦 那我们就可以 随意的去把它复制 复制到我们的画面上 来做这个装饰的效果哦 好,那一样 复制到画面上的圆点呢 也可以做这个 不透明度的变更 让它跟这个线条呢 感觉是一体的感觉哦 好,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背景 线条图的背景就完成